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1年7月20日,星期二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日的走勢,先看看周線圖,今天的最低位已經到了差不多兩星期前的55mm的位置 兩星期前打中了55mm做了一個反彈,反彈了一個星期 這次再下來還未跌穿,今天的最低位是27,121 但是這一條的55mm是27,1805,還未跌穿,所以有機會明天會跌穿 留意跌穿就有機會出現反彈,即是這條MA下面應該有支持 如果今個星期收在那條55MA下面的話,就應該是後市看89MA 就是後市看26,500那些位置 但是它今個星期還未跌穿在這條MA,未跌穿在55MA下面,所以還未跌穿到26,500那些位置 周線圖就是這樣的看法,看看日線圖 日線圖,今天就是,看到是低開,然後是收視是收音足的 明天是有機會,明天有機會是出羊足的,現在覺得 明天是,明天是,看看今晚的低位會不會在外圍指數那裡做,會不會在夜期做的低位,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在夜期做低位,明天就未必破這個底,明天未必現破今天的底 但是如果那個,看看期貨,看看小市圖,因為現在是去到一個五浪這個位置,這個位置就是28,200那些位置 跌了五浪的結構是不齊齊的,五浪的結構是不齊齊的,去五分鐘看看看看 看一看 看到它由這個位置跌下去,也是跌了一浪,二浪 這裏是三浪,一,三浪,二,三浪,三,三浪,四,三浪,五,都是跌了三浪 所以就不能出現五浪的結構,所以就不像一個五浪,即是五浪可能還未完 如果它是失敗浪的話,這裏應該也是一個,一,二,三,四,五,就算是失敗也好,它也有五浪結構 但它又沒有,它也是一個A,B,C,所以暫時覺得這裏可能是一個,一個A,B,C 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這個五浪可能是做一個,一個A,B,C 即是這個是四浪結構,然後五浪的一,五浪的二,五浪的三,五浪的四,五浪的五,這樣才結構 看一看比例的關係,看一看,今天的最低位就是五浪,五浪是一至三浪的連點三百二,這些都是比較普遍的五浪和一至三浪的關係 所以在這兩萬七千一百幾以下,就有支持,看到最低是二萬七千零九十七,就是這個比例以下有支持 現在就覺得這個五浪未必完,只是走了五浪一,五浪二,五浪三,五浪四,五浪五,更差一點 如果未完結束,應該是在下面的零點五的比例,看看一看 即是說有機會這個五浪就在二萬七千零九點,甚至乎是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七,暫時看著二萬七千零九點這些位置 要留意走完這個五浪應該會出現反彈,出現對應這個浪的反彈,到時應該最少20% 所以就看這裏最高位是二萬八千二,二萬七,大概是一千二點的二十八百七,大概是二百四十點 大概是三百點左右,即是說如果真的跌到二萬七,有機會反彈到最少到二萬七千三 比較普遍的都是,通常都不止二十%這麼少,只不過是最基本,即是說跌到二萬七,應該會反彈到最少二萬七千三 暫時是這樣的看法,即是好視乎這個五浪會不會在夜期的時段做完呢? 如果在夜期時段做完呢?如果在夜期又反彈上來呢?明天開市就未必,明天開市就未必說會去到二萬七的位置 所以這個比較難說,即是要觀察一下 剛剛看回周線圖,剛剛說到周線的五十五暫時是二萬七千一百零五點 今天的低位就未到,即是說二萬七未必,現貨未必到,即可到可不到的二萬七,但這個二萬七千一百 暫時應該有機會穿一穿的,暫時這樣覺得,穿一穿應該下面就應該會有支持 因為剛剛小時圖的五浪差不多完,所以日線有機會,明天就算 明天,無論是跌不跌穿今天底也好,都有機會收市收陽足 就是暫時這樣判斷,暫時這樣看法,看看走什麼浪 看看恆子的五小時圖,因為這裡跌下來都應該是走了五浪的結構 即是說,後視應該跌穿這個底的機會都大,只不過是,看看會直接跌穿 即是這個二萬六千八這個位,看看會直接跌穿 或者是走一個A,B,C,然後再跌穿 因為之前數過這裡是一個WSY,後面這個回落再破頂一下,可能是一個AB浪 因為這個位置是一個五浪結構,加上這裡的33,就是一個335 可能就會是,如果前面這個位置是連絡到這個浪有關,那就WHY構成了平台浪的A 然後這裡是一個,ABC,335,一個擴張平台浪,構成了一個B 然後就做多個反彈,再下一個平台浪,然後再下 這樣,即是說,現在基本上都,即是很大很大機會都會跌穿了 這個二萬六千八,差在,就是,因為這裡始終都是走五浪結構 可能會是,如果這個五浪延伸,可能會是直接跌穿 即是說,基本上有三個可能,第一個可能就是,沒有什麼大的反彈 然後就跌穿這個位置,第二個可能就是,因為這裡跌了五浪的結構 所以,就會在這裡反彈一下,即是對應這個浪的反彈 然後再下,跌穿這個底,這個第二個可能性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這裡走了一個A,B,C 再跌穿這個底,即是這個二萬六千八,就是最後應該都會失手 剛剛看回,這個浪是長過這裡,這個浪的兩倍,即是這裡跌落去這個浪 這樣就長過這裡,這個浪的兩倍,那就不成立 就是這裡,剛剛說錯了,剛剛說,有可能有一個平台浪,那就不對 因為這個浪太長,平台浪的C浪太長,即是說,就 現在就,現在就只能夠是,可能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做回這個浪的反彈,然後就跌穿它 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就直接跌穿這個底 就是這樣,所以就,這個二萬八千二應該就,在跌穿這個二萬六千八之前應該都不會滑穿 暫時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麼,這個反彈有機會去到哪裏呢? 也好看美股的反彈是否持續的 那麼,如果你猜,你猜今晚又大跌呢? 那麼,應該就直接,剛剛也說到這裡的,一二三四五呢? 那個五是有機會跌到大約二萬六千八的位置 那麼,可能就穿一穿這個底 那麼,至於如果它真的做反彈的話,應該就是 都不像說反彈得多,都是二萬七千五吧,暫時覺得 那麼,這樣 那麼,除了剛剛的那個數法,就是這裡是三 一二三四 那麼,它五就應該還沒出完 那麼,五一五二 五三五四五 那麼,除了這個數法之外,也有另一個可能性 因為它這裡始終都是三浪結構,所以這裡可能是一個A 四的A,四的B 四的C 這樣子 即是這裡都是三,但是四就不是在這個位置 那四在這個位置 那麼,這裡是1,這裡是2 那麼,四在這個位置 那麼,由這個位置開始走五浪 那麼,也是,走完五浪就會有一個反彈 那麼,五呢,就是 至少會破這個底 那麼,可能下多少少就是二萬七的位置 那麼,差了這裡會不會突然 衝破這個頂 如果衝破,就有可能這個是一個 三,在這裡 四的A 四的B 四的C1 C2 C3 C4 C5 C4 C5 C2 C3 C5 C5 C4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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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就说到他应该就今个星期会下市那条55米或者是那个50%这个比例 因为上个星期就站不稳0.382 所以今个星期就下市0.5这个位置 27,041差不多到 看看今个星期最低位是多少 今个星期最低位就是27,096 现在50几点就去到0.5 刚刚小池图也说过五浪客还有机会延伸下去 也大机会今晚去到27,041 要留意这个位置以下就是可以是有权出现支持的 比较保守的55ma都到了 看到这条蓝色这条ma 因为他两个星期前做过支持 所以今天 今个星期都可能在这条ma以下会做支持 所以都已经跌穿了 看看日线图 这里是一个A浪 这里是一个B浪 这里是一个B浪 下面是Y浪 这个是X浪 Y是分ABC AB做完了 那就走C1 C2 现在走C3 要看是不是C3 那就要看伸展 看这个伸展 它就跌到去 看到它是收了在0.382下面 如果它是一个C3浪 它应该就不停地收在这些比例下面 例如0.382收在下面 然后去0.5 然后再收到0.5下面 然后再收到0.618下面 再收到0.764下面 如果它突然间收一支羊竹 即是羊竹站稳比例 譬如说 它试了0.5这个位置 26,900这些位置 27,000跌穿 接收回羊竹 羊竹站稳这些比例 有可能 有可能 就不是出个下跌3浪 甚至乎 它站穿5mm 即是黑色那条 那条 有可能 有可能 它出羊竹 不但只 如果它再站穿5mm 那条 就不像下跌3浪 所以这些都要留意 看到暂时 就是刚刚拉的 延伸 就看到 它下一个位置 应该是去26,900多的位置 看到它上日 就收穿 收在0.302下面 然后 就是说 可以碰到0.5这个位置 即是26,982 如果是这样 应该就 这个 期货方面 应该有可能跌穿到27,000那些位置 还有可以下跌 还有 还有大概 接近200点 这些位置下面才有支持 才有机会出现支持 那 就看看上证指数 那 看看上证指数日线图 看到 今天就没有跌穿昨天的底 收羊竹 但也没有跌穿昨天的底 就没有什么突破 即是没有什么方向 即是叫做 如果是3410 这些位置 要收穿在1比1比例 即是这里的extension 1比1比例 要收在下面才可以看 1.618的位置 现在就 暂时没有什么突破 没有什么方向突破 我觉得就算上去也是一个反弹 这样的 看会在这些位置 即是逗留多久 应该迟早 都会是 觉得会向下突破 机会大些 那 那 看看 道指的走势 那 看到道指的日线图 走了 日线图 走到 由这个位置 开始 它走到 N-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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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跌了 3日 那 中间是走下跌5浪 已经是 所以就有个反弹 看到它有这个 35,000 那些位置 那 又走了1浪 2浪 3浪 4浪 那 5浪延伸了 5浪就是1 2 3 4 5 1 2 3 4 5 都走完 所以就做反弹 反弹 看到是A B C C 又未收音速 所以都未确认到 C浪 完了 所以 就 暂时的走势 都仍是可以向上 这样 比较普遍就是反弹一半 它现在就应该未到 反弹0.320 还未到 它要站稳0.320 才能看0.5的位置 否则它站不稳0.320 可能在这些位置就反弹完 所以就要观察它站不稳0.320 所以就要观察它站不稳0.320 那些位置 也要留意 还有另一个可能性 就是它这里走了ABC 然后再回落一下 然后再走C 也可以 走完整个ABC 才会是跌 这样 因为暂时看到4小时图的MACD 都是属于相对低位 所以它就 比较不似在这些位置再继续跌 就比较似在这些位置 做久一点反弹 ABC 这样才再跌 这样就比较似 看看周线图 周线图暂时它是去到21MA 有点支持 一跌穿了就弹回上去 由这个位置开始 数就是 一浪二浪 由三浪就是 1,2,3,4,5 在这些位置 就做完三浪 这个位置就是做完四浪 上星期的顶就是做完五浪 走A 可能看似规模有多大 如果是 因为 因为刚刚小时图 走到五浪 下跌的五浪结构 接着做反弹 可能是一个1,2 或者AB 也有可能 下回市 可能是 1,2,3,4,5 才是A 再反弹再下 可能是这么大规模 但也可能是 A,B,C 这样比较小规模 又再结束了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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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浪 在前面也有一块 也有一块 也有一块 这个浪 如果 这里是一个1,2 这个浪 这个浪 结构 可能是3 这个浪 这个浪 很难 说 规模有多大 就是 可能 这里 开始 一个4 这个4 这个4 可能 4A 做完 也不定 就是 走4A 走4B 再走4C 可能 又开始 这个 大的五浪 这个大的五浪 就是 周线 那边的 3应该不是这里 3应该是这个 3应该是这个 走完A,B,C 那是4 周线 周线级别的五浪 有机会是这样的 所以要注意 就是 这里走完A B,C 之后 可能是周线级别的五浪 暂时是这样看法 道指是这样看法 看看 纳指的走势 纳指 看四小时图 之前的升浪就是 看到1,2,3,4 这个是5 5浪失败了 那就是说 那个调整浪呢 调整浪就是这个5这个位置 开始 调整浪就是这个5这个位置 这边的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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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个C 可能它是A,B,C 也只是一个A浪 可能大的A浪 在这边完成了 现在正在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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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的B浪 A转到B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里还会下多一点 但是它会下完再上 这样做B 然后再走多个C 这样才完成整个调整 这里A,B,C 就是1比1.68 你看到是1比1.618 看到是1比1.618 那它是一个 看看它会不会反弹 这里的70% 如果是的话 它反弹70% 那就可以是一个平台浪 就是可以是一个平台浪 但如果它反弹不够70% 那可能是一个W,SY 如果它反弹 就会是2,618 就会是 可能跌得多一点 因为平台浪 就有机会 如果是平台浪 可能 就和这里差不多 就会上去 但如果是2,618 就至少是这里 这个浪 的90% 甚至是1比1 可能会跌得多一点 就是看黄金的走势 看一看黄金 4小时图 它跌到89ma 就有支持 就打回上去 看到有少少像 这个 这个是一个 1,2,3,4,5 有少少像 下跌5浪 如果是这样 现在可能这个 只不过是反弹 在无声穿1833 的情况下 它有机会 它有机会 继续下跌 也有可能 看看日线图 美元指数 正在上升 但是黄金 又没有什么跌 但是油和股市 又跌了 暂时的情况 就是这样 这里始终没有企稳0.5 始终觉得它是 暂时是下跌 只不过是未跌 不是说不会跌 只不过是未跌 只不过是未跌 即是时辰未到 始终 它没有站穿0.5的位置 都比较难看好 始终在这些位置 都受制住 应该都似在走C浪 只不过是它在磨 它是一种 还没收拾 但很厉害 它还没收拾 也不过 非常厉害 所以可能 在这些位置 都会反弹 反弹一下 反弹完 整体应该是差不多 会落 反彈就是剛剛的下跌5浪的反彈 1 2 3 4 5 在做A B C A B C已經收了音速 所以有權在這些位置反彈 如果再上去 再上去看看可以去到哪些位 就算它再反彈 可能都是119以上至1124 再上都是這些位 應該都是會跌下去 所以黃金暫時看 應該會跌穿1750 就是前面這個底 前面這個底1750的位置 都應該會跌穿 原油日線圖也是在走下跌3浪 這個位置是1 這個位置是2 正在走下跌3浪 比例上差不多到了 然後它收了在89ma下面 即是說應該可以去到144ma 144ma也是差不多那些位置 到時看看它是1.618有沒有支持 如果沒有 65.09 看到1.618 如果收到1.618下面 下跌3浪有機會去到2.618 即是58.96 那些位置 看到是1浪2浪 現在在走下跌3浪 下跌3浪 看它是否收到1.618 這個位置 65.09 就是這樣看 看看 美元指數走勢 你看看美元指數走勢 美元指數日內正在做調整 調整應該也未必會太大 只不過是升了比較久的一段時間 在高位置 就會有些比較少的調整出現 周線 周線 正在向89ma走 中間未必全部大洋速 所以也有些調整是正常 看看比例方面 比例方面應該是1比1 最終應該可以去到 現在在挑戰0.764 1比1就是93.83 0.764就是 看看會不會今個禮拜 站穩 它主要都是在0.764上 被人沽 但如果沽坊 今個禮拜都未能夠 將它壓在0.764下收 應該是比較強 如果今個禮拜 站到0.764上收 應該會向93.83 即是1比1 周線圖這個浪 就會和這個浪 會成1比1 這樣就應該看著 這些比較重要的位置 1比1 如果站到 當然就看1.618 即是96.49 如果1比1站不到的話 就有機會可能這個是一個反彈 又會跌穿的底 這樣 所以這些位置都比較重要 93.83 今天這條片就拍到這裡 還可以給個讚 還沒訂閱 Youtube可以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也可以考慮 加入Youtube會員 或者Patreon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